而在台湾,高雄的新任市长韩国瑜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丽的独家专访 韩国瑜强调尊重九二共识 选举时一直对自己的两岸政策有信心 认为民众对于过好日子的需求大于其他需求 您自己也一直提到了,您的两岸论述其实就是国民党的论述 因为我现在是国民党的主委 我在高雄市打选战 所以我们一直遵照九二共识这样子一个轴线 目前我在投票前七天就跑出来 投票前五天我就跑出来 好多我的支持者捏一把冷汗 我根本完全不害怕 完了完了完了,假的,那个票跑掉了 我们本来支持了前绿军的票跑了 中间选民也可能跑了 我说不会跑的,我很有信心 因为人民要过好日子的需求 大于那个需求 所谓意识形态跟悲心的需求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认为我一点都不担心